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好 我自我介紹 我新得主的酒店叫做入現宗 自在生的飯 去年才改生的入 簡單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要講很多 客套話 我說台語 是比較好還是說中文比較好 有沒有人聽不懂台語的 這樣我說中文 中文也是聽得懂 都會通 來 我今天為什麼要說這個題目 今天我要說的問題是 第一次說這麼少 什麼東西要說這麼少 這個台灣關係法 到底怎麼形成 因為我們只要知道 中文當中 台灣關係法 開始在美國的國會裡面通過 但是我們所有的台灣人都認為說 台灣關係法是保護台灣 真的保護台灣 但是是保護台灣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上頭的所有的人 裡面有本土台灣人 還有中國人 整個南南做會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用的是people on台灣 我們今天 我們臨自生博士 帶228人去顧美國政府 我們是用people of台灣 我們是經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延伸出來的 這叫做體制外 用體制來的體制外 你聽得比較清楚 我 我要用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有 其實我的題目已經好了 但是在我 要訂這個題目的時候 剛才有一個音頻 叫做被出賣的台灣 有看過這個音頻的人 舉下手 有看過這個影片的人舉下手 三位 你們要去看 這個影片 我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影片講的內容 這個影片講的是很悲情 從一開始 他的故事是這樣子 一開始 蔣經國當時是總統的時候 當時的情治系統 有派人到美國去暗殺一個教授 他現在這個教授 應該不是他的本名 他叫做溫明華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在影射 他本名不是這個 這個教授劇情是這樣子 這個教授在美國被槍殺 後來找到兩個兇手 這兩個兇手 知道事情已經被美國FBI已經查到了 查到了 查到了以後就逃回台灣 那這個FBI也知道他跑回台灣 所以派了一個探員 到了台灣 在1983年的時候 來台灣調查 結果這個探員他一來台灣的時候 他第一件發現到第一個人 東奸過程我不講 他當場被情治系統的人 可能擊斃了 大四季了 還剩下一個 還剩下一個 他中間有去了高雄 1983年1979美麗島事件年底 所以他到了美麗島 有參加很多的集會遊行 被情治系統發現 那這個過程帶他去的人 帶他去找了這個溫明華教授 找了這個教授以後 這個教授後來也出了問題了 回到台北的時候 一個中華民國的上將 告訴他一件事 這1983 那個時間點你大概回想一下 是中美斷交以後 四年 第四年 這個上將告訴這個警探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中華民國需要台灣 當時喔 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 所以很多台灣人對中國人反感 當然斷交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台灣人認為說 台灣人完蛋了 台灣人有可能叫共産黨 叫通他去了 或是叫併吞去了 所以有一部分 大家在美國 他就開始去做一些動作 我等一下就是要說那個動作 但是這個故事我還沒說完 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這個上將跟他這樣說一句話 我這樣說就是說 我中國人來帶你台灣 等到以後 我這些中國人要走到哪裡去 他好像中國的上將 好像也有道理 你台灣人要把他關照 所以我就派手去幫你 把這個 主張要把中國人關照的 這個 教授 搶殺 他覺得他也有道理 但是在那個時候 AIT 那個時候 美國在台協會 裡面 那個主角 有一個路線 他那個時候 在1983年 等你講 一條 5億美金的 軍售案 所以 這個人 在離開 中政基長 搶第二的鄉手 要離開的時候 是這個 上將 跟這個人 討論 他如果沒話說 他怎麼會知道 這個人在哪裡 結果 這個人 要搶離開 中政基長 因為那個 還沒出政的時候 把那個狙擊手打死 打死 打死以後 這個AIT的這個路線 轉去把這個人 把這個 AIT 這個FBI的這個探員 講一件事 他說 當時台灣 是美國的反共最後堡壘 我問各位 美國人 有美國人的立場 台灣的中華民國 有中華民國的立場 那個時候 台灣人的立場 在哪裡 台灣人 沒有立場 只有這個 FBI 這個探員 他在替台灣人 說的 他回到美國的中華 的時候 他把中華的人 反映這個 民權的問題 中華民國 你亂台人的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政治問題 那個時候 他的老闆 就是很簡單 說很多話 其實就是政治的問題 你去那辦 我們是叫你 有辦就好 你就是辦到這裡 這裡 中間是要做什麼 所以你看 在這個故事 裡面 台灣人 是去用 打入 18層的地獄 裡面 沒有人 你幫你關心 他們有他們的利益 我告訴你 我的幹部 做完 他本來是說 這體貨 有超過我的範圍嗎 我告訴你 這個 才是我 我要說的 一小部分 這可能一層地獄 我如果說完 就是 台灣人 到這時候 美國人 跟中華民國 打入 這個18層的地獄 結果 大家都以為 他是在天堂 我怎麼說奇怪 台灣人 怎麼這麼好玩 明明 你就是在 18層的地獄 在那裡 你競然說 我是 好像我在天堂一樣 這個故事 我一樣的情形 我在辦公室 有一個 一個 一個年輕的 帶他們的老闆 九十幾歲 他聽到我 一小部分的故事 九十幾歲 客家鄉親 那座 我旁邊 一直在那裡 我現在開始說 其實 是我們說 比出賣 你怕你 我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你怎麼會被出賣 對吧 對吧 剛剛 中國軍 有他的立場 嘛 為什麼 比出賣 因為 你不是台灣人 不是 你不是 中國人 你也不是美國人 不知道 叫做比出賣 對吧 你如果 本身是中國人 還是 美國人 就沒有這個 這個字眼出來 所以 為什麼 我現在要跟各位說 你是日本人 我剛才有每一個人 有分一張 傳單 給你 這個天皇主權 就是跟你說 因為 讀很多文章 你 很困難去讀 我已經用那個圖像 跟你說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 你是日本人 你現在手頭在上面 我解釋給你聽 這 可能 因為我們是高級班 教育說你普通班 你已經了解 這個問題 我只是 給你精力 而且我 政府拿給你看 剛才開始 馬關條約 把台灣 這個土地和平衡 掛給日本天皇 但是 剛才掛牛的時候 在這個 中央山脈 以東 這個 巨山的這個所在 不是青條 當時掛牛的標的 裡面 竟然說 這個不是 連白人的土地也掛給人 所以 日本天皇 用十年的時間 發動軍隊 把台灣 這個地方 抗爍政府 所以 尤其是 等一下叫做 賽德克巴萊 就是在講 這個故事 就是在講 這個故事 經過 十年的 這個 軍事的力量 終於 十年後 把台灣的主權 建構完成 所以 日本天皇 他也怕說 這些故事 還要翻 後來就 讓他的皇族 去跟我們的故事 這些頭目的 後代 去結婚 通婚 這個問題 一直延遍 延遍到 一九三七年 當然 今天 我這樣結婚 你可能 時間點你比較好了解 時間 都很巧合 都很巧合 就是說 一九三七年 盧溝橋 去 發動戰爭的時候 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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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皇 在台灣 實施奉民法 為什麼要實施奉民法 這個問題 你如果拿到這條船 你怎麼可以解釋 你如果不可以解釋 你拿這條船 變不好 為什麼他要這樣 我告訴各位 當時的 馬關條約 裡面的擱浪 不是只有台灣 還有澎湖 還有一個叫做 遼東半島 這個遼東半島 擱浪 就是擱浪了以後 十天之後 有三個國家出來反對 他說 這個遼東半島 是大清帝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前 進前 那是清條的 發源地 那叫做奉天 所以第二年 日本天皇 跟台清 帝國台風帝 又簽一個遼南條約 這個遼南條約 背 這個日本天皇 三千萬 牛 的北軍 日本天皇 拿到這筆錢 開始建設 後來 再發動 離出再建 所以日本天皇 知道說 我既然發動戰爭 有一天 我失敗 我台灣是十分地 我有可能 又被拱人 又被拱人 去了 所以他開始要實施 風民法 什麼叫做風民法 風民法 風民法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樣說 現在波多尼克 跟美國 已經百幾年的關係了 是受美國的一面 跟這時候 報多尼克 又說西班阿文 他怎麼有辦法看 看得懂 美國的這一本憲法 語言不通 不可以溝通 你要實施 那本憲法 所以 必須要根據 萬國公法 必須要在 這一塊土地 實施黃民化 那他黃民化開始 實施的時候 這都過去都有照片 你們上面也都有 但是 又剛好 同這天 這天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剛好 麥克阿瑟 去登陸流球的那一天 用五十萬人 對付十萬人的立軍 五比一 這樣登陸成功 同那一天 日本電腦 還在台灣實施 用 用他的教書實施 叫台灣這個土地 含還有一個地方 現在的朝鮮 同一天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用的錢 原先這張錢 倒手扁 我又放大給你看 這是前面18任總督在用的錢 台灣銀行券 這是總督府關制的時候 但是實施憲法 我用一個邏輯性的思考 給你們各位 你們就不用去背了 我要跟日本的本國 用一樣的憲法 照你說我應該用一樣的錢 以前香港總督 什麼叫做總督 那就是殖民地 在台灣在最后 那一任不是叫做總督 第十九任叫做地殖 因為台灣在1945年4月1號 已經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所以他用的錢 要跟母國用的一模一樣 這一張錢是我們了解法力量 我拜託當心去找出來 就是後面這張風大 就是你們上頭也有一張 但是比較稀 你看看 上頭已經是日本銀行 這個地方回到台灣銀行 為什麼 怎麼沒有用銀行 因為當時在戰爭 當時 一九四五年 我不是跟你說 已經登錄了嗎 很緊張了嗎 所以你看 日本人 他了解國際法 在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竟然記得 把這一張錢用在台灣 這張錢跟朝鮮同一天 同時使用這張錢 你可以上網自己去查 你自己可以像網路去查 這張錢你找得到 但是朝鮮的用的 當然沒有回到台灣銀行 這是應變 臨時要用的 所以為什麼說 怕你台灣人比出賣 因為你是日本天皇的銀行 所以不知道有叫做比出賣 這樣清楚 來 繼續 我本來的名字要用這個 我本來要幹部的名字 但是有比較少 所以把它調過 我現在要說 開始說斷交的那個時候 中美 台灣的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都沒有人知道 我只有一天 我剛才去找 以前台下電台 這個台灣之聲的許隆奇 他剛才在上節目 他更好在上節目 我上節目在他桌上有一本書 我就看了那本書 我有興趣 我就翻了翻 裡面等一下我會讓你看 我現在給你看當時的背景 當時的背景 你現在想一下 這個是在斷交前的一些印象 都是一些相片 這個知道吧 尼克森訪問中國 這個你知道 水門事件 水門大廈 他1974年8月9號宣布下台 蔣介石過世 差不多在那個時候 你如果知道蔣介石過世 全國全國都好像不算死老婆 死老母 這樣 你就知道那個時空背景 差不多是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說中美斷交 在斷交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去撿錢嗎 我這些相片 我只是在提醒各位 在那個時空背景 確實大家是在捐錢 去買飛機 買什麼東西 這都給我玩了 這也有 這也有 克里斯多福 剛才他的車 這是當時的一些資料 我待會兒要給你看 一個元朗的東西 這一些都是過去的相片 這個前赴 來 在這裡 這個東西 我這樣說 我真的運氣很好 我們把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時間點 你人是在斷交的那個時間也好 還是在美麗島的事件 還是在白色恐怖 每一個時間點 好像 當時的那個畫面裡面的主角 都好像有他的 他能夠解釋 都有他解釋權 但是你把 所有的時間走 全部從68年 全部把它擺上去以後 你就全部看清楚了 到底 機關放在窗口 放在什麼地方 你在當下的時候 這個是在斷交前兩年的 解密的檔案 當時為了怕蔣經國 因為斷交而宣佈獨立 那個時候 美國有意識 繼續對台授武 這個是在 1979是斷交 這個是在1977年 就是斷交前兩年 繼續對台授武 你現在記得一件事 我先跟你講 1970年 已經買了48架的F-51戰鬥機 500枚小牛空對地飛彈 很多錢 記得 1970 這是1977 前面已經買了一大堆沒有用的武器了 這個時間點你現在記得 1970年 等一下我會講 但是你現在必須要記得1970 這個是1977 我讓你看 台灣關係法的本文 本文 你們可以回去查台灣關係法 跑去AIT的那個官網 就是美國在台協會的官網 上面的這個 因為這個有點舊 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 我請問各位 這一句話就中文的意思需要跟他買嗎 認為需要跟他買的人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沒有人認為要買 他的台灣關係法的本文裡面是沒有需要我們台灣人民納稅透過中華民國去跟他採購 本文是沒有 你再看後面 來 當時跟中國建交的時候他的條件是這樣子 並取得對台軍售上的讓步 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你要讓我美國跟你中共建交條件是 你必須允許我繼續賣武器給中華民國 我這樣解釋 有人認為不對的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沒有錯吧 這個字面上的解釋就是這樣子 前面已經賣的武器了 本文沒有 最後跟中國建交竟然又要賣武器 這是什麼意思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是經過幾十年以後才看到這個 因為你沒有經過這一段時間 你怎麼會去發覺這個東西 我等一下還有 這些政客到底怎麼騙台灣人 這樣清楚 台灣關係法本文裡面是不用錢的 前面已經1970年已經放進口袋已經不知道多少錢了 這中間1970一直到1979 這中間碰到尼克森的水門案 1975下台 剛剛有讓你看到了 這個是當時的背景 剛剛我講那個故事是1983 這個是1979的美麗島事件 之後的四年那個探員來台灣 1983 這個人 這就是故事今天要講的主角 但是也不能怪他 他現階段已經八十幾歲了 就是我看到這本書 我只拿我的手機拿起來拍了四頁而已 那當時拍了這個四頁我也不知道這四頁能幹什麼 結果就是因為這四頁 把很多東西我們清清楚楚看自當時的所有的問題點出在哪裡 這個人現在已經八十幾歲了 這個是當時在斷交的時候在美國唯一的台灣的會計師 斷交了以後很多台灣人很緊張 怕台灣人真的去吃素皮 因為不是說中國人那時候都在吃素皮嗎 台灣人都吃金椒皮 那金椒拿去市場 哪有可能 說台灣人都在吃金椒皮 那他們那邊都吃素皮 那吃金椒皮 那金椒白起來去做金椒冬嗎 也不可能 這都過去齁 誰在亂亂說 我就是從這裡開始吃素皮 所以有點模糊 有興趣的自己去書店去買 這本書買得到 我只對這個台灣關係法的聽證會 1979年開始 我知道這個故事了以後 我一直在找尋 你們啦 到底外面網路上有沒有去談到 當時斷交 中華民國派人到美國去遊說去活動 我都沒看到 你們可以繼續找 這個的主角 這裡面的主角一個叫做培爾參議員 這個培爾參議員我大概念一下給你 我現在講的 他這個人他在過世之前 中華民國有去頒了一個 好像叫做子勳勳章給他 透過陳水扁時代 一個叫做什麼大偉 外交部長 那個助媒代表 李大偉 去頒那個 等一下有那個相片 這個人我大概 講 念一下他的過程 培爾參議員二次大戰的時候 培爾曾經被海軍陸戰隊挑選參與受訓 內定將來 以接收台灣民政長官的身份進行接收 就是說 這個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叫做陳儀 當時的海軍接收計畫 就是有意識安排這一群人來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替美 就是美國的軍事佔領 後來海軍計畫沒有實現 他轉到位於東京聯軍統帥擔任麥克阿瑟的副手 之後轉任美國駐泰國大使 可為台灣關係法諮詢顧問 培爾當時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資深參議員 位階等同於共和黨參議員外交委員會主席 不久 參議院改選 培爾所屬的民主黨成為參議院多數黨 因此 順理成章成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一開始就慷慨 就感慨美國的海軍計畫 最後被打消 並說 美國政府讓陸軍接收計畫取代海軍接收計畫 這是種下日後出賣台灣的貨源之一 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是這個王先生他的 等於是回憶錄 他講得很正確 這個秘書長也講過 當時來接收的是海軍計畫 後來 麥克阿瑟用陸軍接收計畫 把台灣這個地方 分配給蔣介石 來佔領 再看下一頁 這樣你知道培爾當時的身份 再重申一次 麥克阿瑟的元帥的副手 所以他知道台灣當時 真正的法理的地位是日本天王的領土 他知道 當時的台灣關係法有三個法案 第一個法案是高華德的法案 這個是不可能存在 美國繼續保障國民黨政權的安全 現在想是不可能 第二件事 第二個法案是甘乃迪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關台灣的最後決定 明定由中國人自己決定 美國不以干涉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甘乃迪訪問中國了 建交了 你記不記得 就是斷交的時候跟韓國斷交 那整個大使館就被 中共拿去了 所以你既然美國跟他建交 有一部分的美國的國會議員 他認為要把台灣交給中國 第三個法案 丹甫的法案 就是保障台灣人長久利益 最後是這個通過 但是應該要加一句話 保障美國人在台灣的利益 這樣才標準 沒錯吧 我們可以講 為什麼我們可以講 我們是被破壞的 我們是苦主 我們不能講 我們絕對可以這樣講 這個地方是在說明 這個王先生當時他的立場 他是台獨分子 他是台獨的理念 為什麼培爾會利用這個 有台獨理念的人去促成台灣關係法 因為沒有人 他總不能去找一個佔領軍的人來辦公聽會 這個地方借中華民國住 你不可能由他來跟美國開會 不可能的事 這本文 重點在這個地方 我唸給你聽 這一切唸完 你就知道 當時台灣關係法 是這麼草率的決定了 為了台灣關係法 我當時接觸很多美國國會議員 其中幫助最大 首推培爾參議員 說實在 當時不滿美中建交的國會議員很多 但在那邊大聲嚷嚷有什麼用 參議員 參議員100人 眾議員435人 你幾十人在那邊義憤填膩 有什麼用 重點是要提出法案讓國會通過 我和培爾聯手後 台灣關係法就他們兩個人聯手 他們兩個人聯手 為什麼不去找中華民國出來商量 他們兩個聯手 唯恐自己份量不足 於是拱出郭雨昕 郭雨昕認識吧 她就是成績以前的老闆 貴汙心 郭雨昕貴汙心說台語聽得比較有 裴爾也清楚郭先生英文不行 但郭先生只要在那邊點頭微笑 其他交給我翻譯就可以了 裴爾也清楚 國會現場作證要我去才行 我將裴爾的話轉告郭先生 郭先生很有聲勢風度 即使內心不願 也不會反對美國 美國作證文通常是寫好當場用念的 這樣才不會失去原意 後來我得知我非美國公民不能作證國內法 於是將以寫好的作證文 改用郭先生的名義送進去 其實裴爾當時有意將台灣制為美國的領土 我跟你講這美國人很優秀 他已經知道當時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他騙了這個台灣人 到美國聽證會已經完成了 他告訴我我本來有意義給你做美國人 這樣啦 就不可能的事情了 這是記得這1979 我們在今年終於看到了 當時解密的資料 來證明他說謊 一片就騙了60幾年 第一階段騙了30年 第二階段又騙一次 來你看 這個是今年6月9號 習近平去訪問歐巴馬的時候 1949年的機密檔案 CIA啦 1949喔 放大齁 我唸給你看 台灣在法律地位上不是中華民國的 這邊 台灣在法律地位上仍是被佔領的領土 我再回到剛剛啦 這個是1949年的 1949年當時的佩爾士跟著麥克阿瑟旁邊的副手 如果 他當時不知道 那還有話講 他當時就是副手了呢 他怎麼會不知道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所以台灣地位未定嘛 他竟然去騙這個台灣人 他竟然去騙台灣人 台灣關係法成立了以後 成立了以後 我有意識讓你台灣變成美國的領土 這齁 叫做什麼嚎嘲就是他講啦 這種人齁 到底是怎麼講的我不知道 他明明30年前就已經知道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啦 他為什麼30年後為了利益 記得 1970已經買了48架的F5E 第1塊第2 結果這樣跟我們騙 來 這個人叫做佩爾 這個部分 我相信這幾天你上課你都知道啊 這個是 2009年 美國司法院判決下來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至今 生活在政治煉獄 美國國務院要主動協助 研告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目前台灣還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什麼叫政治煉獄 我改歲政治煉獄 這樣讓你聽就好了 因為 讓你清楚 你就不會知道 這樣說 這一張 有人看過這張嗎 這張的 這就是馬英九他拿的綠卡 這張我的 這張我的 這張綠卡在美國不能選舉 不能去投票 也不用做兵 你都拿他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那張跟我這張同樣的意思 今年都去選總統 你都去選擇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都 秘書長這幾年一直在講說 叫你們不要去投票可不可以 可能很多人說 沒有投票 如果去到國民黨又贏了 就更害 問題你都去選擇了 你都拿國民身份證 拘留 正 跟我一樣 我這張跟你說 我在美國不能選歐巴馬 結果你都拿國民身份證去選 總統 他說你選擇 總統敢有人會選 所以我常常用我的綠卡 你舉這個例子的原因在這裡 政治戀獄 就是你說這個 另外一個最大的政治戀獄 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這個台灣關係法 這個問題 最大的政治戀獄在裡面 我現在要跟你說這個問題 在1952年 我說比慘比慘從這裡開始 第一階段是228 白色恐怖 概念 這是第二階段 你以為台灣人已經有選舉 已經有民主了 結果你在民主的下面去用犧牲去 你自己不知道 1952年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美國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簽訂日華合約 你知道嗎 日華合約各位知道 日華合約裡面說什麼東西 他說 叫中華民國要把台灣人 動作中華民國的國民對待 把台灣人當成中華民國的國民對待 但是有一個時間點 1972年的時候 日本跟中共建交 他就把日華合約給廢止了 回到你了 從1972年到1979 有七年的時間了 這七年台灣人已經恢復大日本帝國的國籍了 你想看看 這七年 那個時空背景你想一下 美國人可能會講說 當時你們為什麼沒有台灣人提出要求你們要恢復 但是我也要問美國人一件事 當時我的阿公 我的老母這台 近前二禮拜台市那麼多人 今天人有信不信 誰知道 你怕你美國人號稱你是自由民主國家 你信仰上帝的子民 你怎麼這麼沒用 你整個美國那個時候也有兩億人口 你沒有一個有正義的人 沒有一個學者 抓到台灣跟美國政府說 這個時候的台灣應該要恢復國籍 因為他知道 金蓋舟本身的屠夫嘛 誰在亂來 那個時候你美國人幹什麼 那個時候你的美國人 有良心的人 到底是美國去哪裡去 我跟你說 台灣人知道這個過去 要憤怒 我發覺我們的人很好 知道這個故事 頭部都不會簽約 就好像沒發生事情 我跟你說 這個街大廠 你跟台灣人知道這個故事 不能分 我跟你說 繼續輪迴 就做傭儒而已 我怕這樣有一點氣氛 因為這個問題 說到這裡沒有氣氛 很奇怪 所以我給他補這張 信仰上帝美國人 在那個東西 那七年來 你的土地和良心 在哪裡 在本土的台灣人 要不甲親進行 你要有勇氣 你要有勇氣 做一些你自己做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樣不斷一直說這個事情 讓各位聽 今天不是說 叫你對美國怎麼樣 我們今天要需要他幫忙 但是那是過去了 你生人你的錯誤 你生人你的不對 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你不對的時候 你 你跳出來 你替台灣人 讓台灣人 趕快 你生一個公平和自由的一個 公平和正義的一個社會 台灣人 很簡單就完成你了 因為 為什麼 我說很簡單 台灣人的這種個性 吃壞 吃苦 吃補 就已經你十八斬了 下面了 你給我五斬 我也幫你洗洗 對吧 台灣人就是這樣 很簡單 我們如何就完成一個 生人錯誤的人 不然台灣這個歷史 不會這樣幾十八年 一直延續下來 中國人來台灣 占而已 台灣人就是 日禮拜 台市一部分以後 很多人 是大人說 小人有錢沒錢 連我回來上課的時候 我老婆 我媽媽也有這種行業 這是正常的 這很正常的 我相信你 你如果說 在我們 加在我們民政府 尤其上一次 如果說普通班上刷 你回去 有可能 你認為說 你沒很多了 你去跟你的朋友說 你的朋友 你如果說 飼料傳誘很上誓 他可能笑笑離開 他沒有就跟你說 沒有啦 我就 很沒用 我如果有用 我又很關心 那就是 心肝來 他很怕 他很怕 但是他說不出嘴 但是我們還不可以說 你不要怕 如果我很擁鴿 我怎麼會怕 我們怕你的速度這麼慢 就是因為 這六十八年 用很多教科書 一直給你洗 洗到你整個價值觀 都原本 都沒有了 包括跟你說 這麼憤怒的事情 這不是 你外國 走到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台灣人 我就 需要繼續 再說 很多 讓他們聽到聽到 我現在說 這個問題 假設 在1979年 一月 台灣關係法 當時如果不成立 那個時候 台灣 就要參加波多離各 一樣 現在的波多離各 是1898年 美國跟西班牙修前 西班牙修前 把四個地方 掛入給美國 古巴 關島 菲律賓 波多離各 從那天開始 那一天 就用美金 用到這頓 他們沒有給美國 買給人家 一項目 沒有錢 還給美國 我們秘書長說 波多離各 那個地方 的人民 大家都吃得肥肥肥 都比我肥肥 因為不在做事 我這次 我以為 我要回去美國 我再去那裡看看 我寫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有一點大家 都吃得肥肥 那就是未來 我們台灣 我們應該還比得肥肥 因為我們錢 很多 當時 就應該 像波多離各 一樣 是怎麼成立台灣關係法 再來 在1969年的時候 去把法國 拉法買了 拉法業界 這拉法業界 算上的 它怎麼是弊端 你知道 從優勢以來 中華民國向國華買的武器 最好的拉法業界 對吧 還有幻想 那都新的嘛 以前都買一些 壞蛋糕 什麼 說給我做都沒有弊端 我待會兒給你看 你看到那麼多錢 你會怕死 尼克森的水門案 是竊聽 我為了 我為了 為了這件事 我最近也一直在查說 到底水門案裡面 有沒有講到什麼重點 有 它只講到是個竊聽案 但是竊聽的內容 我不知道 我給各位說 1972年 他訪問中國 他在做什麼事 他在跟中國建立邦交 要防止蘇聯 這個過程 他有出賣台灣的行為 你知道每一個美國總統 他要想一個的時候 道具都沒選擇 這手拿起來 適時保護美國的領土 尼克森你竟然不知道 台灣是美國海外為合併的領土 你這樣當成籌碼 我問你 如果當時尼克森是這個理由下台 那全世界就知道了 台灣這個土地是美國 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主要佔領全國 那為什麼在1972年 在前七年 這個是1979 在前面的七年 頭前七年 我已經幫你買一些那些 沒路由的武器了 錢在那裡 買不出什麼 所以說你多有資金 如果錢拿下來 才看你有資金沒有資金 結果他完全沒有資金 所以你看 七零 我剛才跟你說的 四十八台F51 再來 八十 一九八零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八 八九 這三年沒有買 我沒有時間去查為什麼沒有買 但是因為沒有買 所以中華民國轉向法國去買了這一艘 所以引清風案 引清風要用台條 再來已經開始買了 美國如果繼續買多 我就要給別人買 所以你看 八九 九十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兩千 兩千年 沒有到一年沒有買 現在阿帕器的直升機 我後面沒有時間查了 因為他們有夠多了 還黏的還是數字 我們也不知道多少錢 現在阿帕器的直升機 是2008年陳衰扁任內買的 另外再補充一個新的 前三天前還是四天前 美國的那個P8A 台灣不是買P3C嗎 在琉球已經有新的P8A已經進駐 P3C準備淘汰了 那P3C淘汰剛才交來台灣 你看有可能嗎 他現在交一台 總共買了12架 我說奇怪為什麼 我問各位 台灣是外銷的主要生產國 都外銷的對不對 你一張電單 人家這個客戶給你買一筆訂單 你可以分批交貨 沒有這回事啦 因為第一台交貨成功了 馬英九也站在那邊 頭伸出來在那邊給大家照相 交貨驗貨成功了 後面11台 等P8A進駐了以後 P3C塞去北圍 又頂噴柴噴噴噴的 又拿來交了 可能啦 真的 台灣人真的都 不知道要怎麼說 台灣人不可以再低調 我先跟你說 我簡單給各位說 中華民國怎麼跟你騙 到底中華民國來台灣 他總是要跟你騙 他沒有跟你騙 你怎麼有辦法去 入稅金 這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會啦 這中華民國的國會啦 這中華民國的國會啦 孫中山啦 今天白日滿地紅 你左手邊 這 真是中華民國的國會在這裡 中華民國國會 海軍軍機 為什麼這樣 來 我說給你聽 在民國34年的時候 麥克阿瑟委託蔣介石來佔領台灣 他當時叫他用這一支當成佔領的國 那叫做軍事佔領 他就是一個軍事佔領旗而已嘛 這個是一個軍事佔領的一個揮章嘛 這個是軍事佔領的 那種用三民主義武黨所動作國歌嘛 但是在民國34年那種叫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蔣介石在民國34年的時候 根本還不是總統 他在民國37年才選上 中華民國行政的第一任總統 這個時候蔣介石還不是總統 美國也很炸 他就拿 就叫蔣介石 蔣介石那個時候是元帥 根本不是總統啊 叫他來去佔領 但是喔 這個 這個 阿臭了喔 竟然美國委託來佔領 不到四年變流亡政府啦 變成流亡政府死了 沒在跑了 要怎麼辦 在台灣這個所在 阿頭昇就用這個 已經用海軍旗啦 已經黨徽啦 已經用這個啊 已經用這個啊 所以他就開始借私還魂了 開始變故事 你現在用的那些清天白日滿地紅 是民國43年立法通過的 在台灣 這黨政齁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黨政 來 在這裡 這有國旗的設計圖啊 國徽的設計圖啊 民國43年 立法通過 中華民國國旗國徽法 這支旗子是當時 你占領以後 38年來台灣對不對 一年準備兩年掃蕩三年反共嘛 這樣就到民國41年了 你現在不敢 因為既然沒辦法反共大陸啊 口號而已嘛 趕快立法 把國旗 把教科書全部改編 所以當時接受他投降的這個中山堂 這個是34年 這背景我一直在講 我現在講的時間沒有幾個 一個是34 一個38 一個43 差不多都是在圍繞這幾個年 年在講而已 這是34年 34年當時有四支國旗在這裡 為什麼四支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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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這講要很久了 我跳過去啦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沒有這個 他要講過我最小的 各位聽 當時 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旁邊都是國旗呢 為什麼它是軍旗 因為這個是34年 43年的時候才開始整個改 他開始去借私還魂 開始去編故事嘛 因為他回不去了 如果是國旗 但是這一支國旗也有點 有一點 時間上也有點不對 因為如果你左邊右邊都是國旗 中華民國也應該要放國旗 當時這一支國旗在1928年就沒有用了 就整個北伐的軍隊 所以就是拿青天白日滿地紅再用 這個相片你們看過了 普通班也有解釋這個吧 有齁 因為後面重要的我讓你看 我直接跳過去 你們有印象就好 知道這些相片的意義了齁 我說這一張錢你們上面這個一定要解釋 要不然你們不會 這個是民國35年在台灣用的錢 你們手上有齁 我問你一件事齁 34年你告訴所有的台灣人說台灣光富 既然光富 你問你用在台灣的錢 你為什麼你不去用中國銀行的錢 現在的波多黎克從1898年到現在都一直用美金 他還是殖民地而已 他還是殖民地而已 為什麼你當時用台灣銀行 因為美國很清楚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你可以中華民國你可以告訴我 當時因為我比較落後我沒有錢 也許還可以接受 現在的時代那個網路那麼發達 我們也找到他的錢 當時這個是中華民國26年他們都有錢 一樣孫中山 這兩個都是孫中山 為什麼 這張錢當時不拿來台灣用 原因就是蔣介石知道 台灣是替美國的軍事佔領 就這樣而已 後面的一張 加奈這邊為什麼獻馬祖專用 這個是民國43年 經過38年不是整個千都來台了嗎 你的中央政府不是移到台北市了嗎 為什麼你還不敢印錢 原因就剛剛那個答案 金門跟馬祖本來就是中華民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他的流亡政府根本不在金門馬祖 他是在台北市 所以他只能拿台北市 拿台灣用的這個錢加蓋兩個印章在那邊使用 這就是流亡政府的證據 你們的護照綠色的 全世界主權國家沒有人綠色的 這比較複雜 我跳過去 我讓你看直接看後面 這個你們都知道 來 關鍵在這裡 你回去要宣傳很簡單 我叫你怎麼宣傳 你筆電拿來 你跟他講中華民國不見了 你連銷的我插給你看 我插給你看 你就在雅虎的官網把他打一個七個字 中華民國行政院 這雅虎很厲害 到底收了多少中華民國的好處 我不知道 號稱世界性的公司 他竟然把七個字剩三個字 你看 你回去自己查這很好玩 你自己回去查 我是查中華民國行政院 竟然只剩下行政院 他的內容的官網長這個樣子 中華民國也不見了 再來 中華民國經濟部 他也只剩下經濟部 中華民國四個字又不見了 內文也是只有經濟部 再來 財政部也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現在問他為什麼 你如果說答案 答案就是台灣關係法 第15條 你怕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的你去找AIT的官網 第15條在這裡 我黏給你聽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這個是1979 68年 這個是以前 美國承認1979年的 1月1號以前的中華民國 之後他不承認他不講 還有什麼解釋 各位 這一句話我再唸一次 中華民國不見的原因就在這裡 1979年1月1號以前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表示現在的馬英九 他是台灣治理當局的國長 所以菲律賓的那個案子 菲律賓啦 跟菲律賓不是廣大信號 我有影片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放給你看 當時菲律賓的總統不是這樣說 他有派了一個特使來說 菲律賓只向受難家屬道歉 他不向中華民國道歉 有沒有聽過 沒有錯啊 他如果向台灣自理當局道歉 這樣代表一件什麼事 中華民國透過這個大使把它結束掉了 中華民國他的全名叫做台灣自理當局啦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台灣自理當局 他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就已經沒了 在68年的議員開始就沒了 是你不知道而已 因為現在媒體每天的控制沒有那麼嚴密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可以查到很多東西 他蓋不住的 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常常做一件破壞古蹟的事情 有幾件東西他沒辦法去改 中華民國的國籍他沒辦法改 中華民國他的國都 台北市的總統府他也不敢選 他的國歌三民主義武黨首宗也不敢改 連新台幣也不敢改 全世界怎麼叫做新台幣 那我聽到新美金新日幣 哪有新的 新的是怎麼來 四萬塊還是一塊嘛 所以有很多問題 包括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也沒有把台灣跟澎湖放進去 他試試看他放 我們直接說 你把它放看看 他如果把它放下去 我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只要改一行 美國就叫他走 你知道嗎 三個問題 佔領不得宜轉主權 你看我故事這樣說說說說說說說 這麼多 同樣這句話而已 所以我們秘書長叫你 會記得上課 會記得幾件事 第一 占領不可以宜轉租款 第二 劉榮政府不可以上台下法 我現在又送你這句話 你這句話如果背起來 你就扔在旁邊了 你會寫起來 我們差不多時間夠要下課 聽清楚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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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寫起來你就扔他 還有十分鐘 好 寫清楚 我是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目前被美國軍事占領當中 這句話你如果背起來 你扔他法理的報恩你差不多都通了 因為 你待會兒不記得因為我時間還有十分鐘 我補一項東西給你 我們剛開始在外面做選團的時候 因為目前宣傳品發最多應該在新竹州 因為宣傳品都要你做的 剛開始我們在做宣傳的時候一直強調是牛肉 什麼是牛肉 你辦了身份證了以後你有什麼好處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但是你在發的這個過程 很多民眾會認為說 你不可能啊 中國民國這麼用這麼強 我們出國都用他的貨獎 哪有可能你這麼簡單就跟他打招 你知道嗎 不要爲了啦 單作教再說 我們得到的這個回應是這個樣子 後來我也不想用牛肉太多啦 因為沒意義 後來我就用一個方式 你要知道齁 黨外運動的時候誰的得票率最高 往往是那個受難家屬 受難家屬他為什麼他會得票率最高 因為台灣人就是很像當情人 我也不知道 當情要看情形 每次就是票最高 所以後來我就 我就買去用這樣的文宣 所以我的文宣大部分都是 要教你 要講清楚你哪一走才有用 我這個印五千張我用很久用不完啦 那如果之前你贏的 那一萬張兩個手就完了 老膝在一瓶在一瓶 一天瓶那幾個都清掉了 那瓶瓶他也不會回來啊 因為你做不夠 所以他不會回來 所以後來我就很簡單 我要剛才跟你說 我要訴求 讓你認同 你認為台灣人的苦難 你當下你有那個義務 你要來幫助台灣人 這張很好用的 這叫做台灣的過期 現在未來 過期 這個地方我相信 你們已經告一半了 你們看得到 我不用跟你說 因為台灣人沒有說 不能夠正義 在台灣 中華民國 他沒有說 比 你對待台灣人 這是 現在 我剛才有改正台灣關係法 所以 別人有可能聽不清楚 但是 製造的各位 你對台灣關係 我今天是第一次在這裡說 這麼小 所以你對台灣關係法 那就是台灣的政治台灣 這是 現主是叫做 政地台灣 美國的政地基督 台灣 設AIT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已經改做 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我說這個 小小的故事給你聽 現在 當時 日本天皇 導航的時候 那個時候 美國的軍力 不是那麼壞 記者 比書長 好像說 當時的美國 不是一流的國家 是三流的 他哪有 三流的國家 去佔一流的國家 去軍事佔領 紀念沒辦法 所以 剛才那個中山堂 有四面旗子 他北方四島 為分配給 蘇聯佔領 沃基拉瓦 琉球他叫聯合國去管 去託館 左邊的獨島 又有朝鮮 就是 李明博去登島 那個獨島 南邊叫蔣介石 本島 是四立島 就是 連軍親世佔領 所以有些電影 叫做天皇 可以回去看 就是 麥克拉社去日本 東京去接受 那些所有的過程 那個時候 苏聯做一件事 他把北方四島 上面有1萬6千名的 日本人 用軍艦 再回到日本的奔斷 視同無人島 鑑顧便宜 因為他昨天抹國際法 抹國際戰爭法 他抹國際戰爭法 他做這個動作 另外他把人移民進去裡面 金貝舟也知道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 就是34年 他跟中國共產黨 還回到拼了 所以他也叫連軍說 你也叫蘇聯這樣 把台灣 六百萬的日本 台灣人用軍艦 再回到日本 視同無人島 我同時 一百萬的中國人 還要移立 這樣就沒有二二百了 就沒有人反對了 你要打什麼 你做你打了 土地就都他的了 那時候 連軍說 我沒有那麼多軍艦 所以我認為金貝舟用一個行政命令 一夕之間 改變所有當時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全世界改變國籍 要在意願自願合法 這三個條件 你不可以用行政命令 命令他們全部改變國籍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的 這以後再找他們算帳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台灣關係法制定的時候 在美國人的眼裡 在他的眼睛裡面 看不到台灣這一塊土地上 有日本台灣人 因為這些人都改變國籍 去領了他的國民身份證 所以他覺得這麼大 把台灣的地位 放在他的國內法裡面 因為他眼睛裡面 看不到台灣這個土地有台灣人 我們兩千塊九年 我們秘書長去各國 鼓勵一下 美國國務院要主動協助 原告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就是因為這一筆 這條 所以我們才開始叫我們台灣人 要準備 要認證 美國跟你說 我要替你成立政府 但是你沒有41萬人 因為你台灣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中國人 因為你領著他的國民身份證 所以你必須要去 護政事務所 去證明 我是當時蔣介石來台灣 佔領之前 我的大人 我的老婆 我的阿公阿嬤 就已經生活在這裡 我是他的怕孫 所以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有資格組成這個政府 我們41萬人是在這裡 但是你有41萬人 你還有政府 你還有政府 政府要怎麼來 你現在你上課 就是這四千名 因為當時 當時帶一千名的公務令員 來台灣 美國跟你說要四倍 所以要四千名 所以你今天坐在這裡 你是為了台灣 未來的奉獻者 你是貢獻 你就算你坐在這邊 你就是一個 你就是公路者 你建國有工人員 我跟你說 包括這 辦41萬中 也是建國有工人員 你全部台灣人都被 歷史 用教科書 被中國的這個大中國思想 整個給你 蓋成說我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所以這張很好用 我已經表哥 給你做得好好好 你如果有需要 因為我現在 他們的剩下多少 你真的有需要 拿水贈我給你 這張很好用 你可以用這張 你不用說得很難 因為 你就這樣一步一步 暗部 在這裡說完 但是裡面有很多 故事 你必須要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故事 你沒有辦法 把這一張 解釋得很完整 所以有這張 我們只要 因為我們這張 新聞證是在美國做的 我們跟這段 辦一辦幾張 不會說 有一天我們達到 41萬張 美國說不算數 這美國做的 怎麼不算數 所以我們做多少 他們自己開始 做準備了 你既要達到 他的要求 他根據 就金三和平條約 這個是台灣的未來 法理台灣的未來 在就金三和平條約的原則下 美國軍事政府 親自佔領 軍事的部分 外交的部分 美國處理 民政的部分 台灣民政府 所以這張 定義是 對台灣的過期 一直到現在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有另外一個幹部 是在說台灣的未來 很清楚 希望我後一次 有機會說這個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